大家好,我是莫克生 我们出去自驾游啊 有一件东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就是灯 每天晚上都要用 但是怎么选择买什么样的灯 其实挺让人头疼的 因为现在啊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的 各种户外灯 质量说实话都不太好 真正说这一个灯能让你用上 一两年 几乎没有 好的情况下半年 不好的吧 基本上就是 一个月 甚至是十来天 就坏了 但是户外用灯呢 目前价格 有贵有便宜的 不过它不是按价格来算的啊 就是你越贵的可能质量又好 不是的样子 所以说这样龙舍混杂啊 就是反正是难免踩坑 啊 虽然是坑坑都不同 但是呢 这些坑很难避开 我呢就结合我这三年吧 用这些灯具啊 大概说一下 这些灯具的优劣势 仅供参考啊 大家以后在买灯的时候 可以多一个选择 多一个思路 不过首先声明哈 我不是什么带货的啊 我昨天看到一个网友给我留言 这个人是带货的 我看过他很多带货的节目 做人要厚道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介绍这些装备就这个分享 自媒体嘛 你肯定要说点东西 真正带货的自媒体啊 和我们不一样 不是一回事 我就挺好奇哈 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像是带货的 是不是我 有与生俱来的那种 销售精英的本质 特质啊 其实网上这种人还是不少的 但是呢 猛不定的冒出那么一个来哈 有时候让人倒吸一口冷气 这是开个玩笑 咱们阳关正传啊 这个灯啊 是太阳能的 然后也可以插那个 220伏的电 充电 这是我买的第1个灯 在一个实体店买的 说实话这个灯啊 东西质量还不错 我用了一年多 很可以啊 我一开始不知道 它有这么好 后来和其他灯一比 它是这么的伟大 它这个太阳能板啊 充电吧 也能充 也可以用 但是充电呢 你充满满一天电啊 我一般都放在那个车 驾驶前台 就这样子 包括行车包括住车 都这样晒太阳 晚上能用个两三小时 然后它的这个亮度就开始下降了 真正想让它 支撑一晚上啊 必须要用220伏的电 它充满啊 这样才可以 但是后来我发现啊 即便是这样子 你比如说我们6点钟开开灯吧 晚上到了 12点 快到12点的时候 它也按下来了 不行了 随着它的电力衰减啊 使用的时间 也会相应的 缩短 所以说我一看 这一个灯是不行的 然后我又买了一个 和它类似啊 比它要小 红色的 也是可以太阳能充的 第一个 这样的感觉不错 虽然这个太阳能充电的电量 相对还是比较少 但是它管点作用 不过第2个那个灯呢 就是没用多长时间 就坏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两个月吧 就坏了 就不能用了 然后你像这个灯 用了一年多 啊 才坏 它那个坏我没搞明白 是到底什么地方坏了啊 太阳能板啊 最后给晒掉下来了 不过把太阳能板往上一粘 你看了吗 现在啊 它还继续往里充电 但就是灯不亮了 这个灯我还没拆 所以也没扔 啊 想等哪天有空把它拆一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没有可利用的价值 最起码搞明白一件事情 是这样子 因为一个灯不行啊 我就买一个这个灯 啊 这个灯也是 太阳能板充电的 也是差220V电的 它就说实话就不行了 我实际上没用它多少次 它的亮度也不行 待机时间也不行 所以说用它用的就很少 有一天它不是不是很亮吗 我这样把它拔出来这样子啊 正用着呢 我拿那个移动电源给它充充电吧 一插 烧了 结束历史使命了 这个也回头看一看 拆下来 看看是保险 烧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 这个灯 这个灯我当时一开始买的时候 非常满意啊 它的亮度也可以啊 而且它不像这些灯啊 你要 找好位置 才行 你放桌子上 你可以 这样子 这样子用 然后或者是 这样也可以 倒是 但是你要真说 方便性啊 还是这种灯最方便 它既可以 挂在某个位置 而且它这还有两块磁铁 就吸在车顶上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吸在车顶上 很好 开车行车时候 都不会掉下来 我后面买的这个灯啊 也带磁铁啊 它是一块 它呢 平常吸是可以的 但是 有时候行车 它自己就往下掉 啪啪啪就摔下来了 这个灯一会儿再讲 但是呢 它突然有一天啊 就不充电了 哎 我说这灯用的挺好的哈 其实呢 还亮 啊 现在你看 它也是亮 就这点电 两档可调的 我说这这得修了 它和这个这个灯不一样啊 前面三个灯不一样 这前面三个灯它不亮了 它亮 所以说我的找毛病啊 我看看拆开以后 这是粘的啊 它是粘上去的 好多 光弄这个就很难 我说怎么也拆不下来 最后弄下来以后 反正它是粘上去的 用刀子 一点点抠下来的 它里边是LED的 这个我又上上了 我把这个板子也拆下来以后啊 它里边就有一块电池 然后呢 有一个充电模块 我说试试吧 插上去还不行 看来就彻底不行了 我后来再往上思路一下 这种灯 通病 用着用着就充不进电去了 有很多人用一个月 就不行了 有些人是两个月 反正都差不多 时间 这个灯没坏的时候啊 我就买了这个灯 它目前用的还很好 也是那两档可调的 这边有挂钩 可以挂到任意哪个位置上 它主要是修车用的 价格也不贵 几十块钱 但是目前 好像使用还非常正常 就是这个充电这个U口 稍微有点 接触不了 它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它是用U口嘛 充电宝也可以给它充 移动电源也可以给它充 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发现它不是很亮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充 很方便 它不需要再开逆变气 你像这个都需要开逆变气 这个也要开逆变气 还行 所以说呢 买灯啊 尽量买这种U口的 用起来比较随意 因为你一个充电宝 它到处都可以放 是不是 你能吸到顶子上 的时候 这个线下来 它不一定是正常使用 但是呢 目前这些 这些灯 它基本上 亮度就在 五六个小时 啊 甚至有时候不到 就开始这个亮度开始衰减了 所以说一个灯啊 你是一晚上你是 挺不下来的 你亮度一衰减了以后啊 你有时候你干什么事 你就不方便 很多东西就看不清楚 所以说一般我们出去自驾游啊 必须要买两三个灯 这么来回倒替着用 这样才可以 所以呢 我在网上找了半天 然后又找了这个 也是这样挂钩 有一个磁铁 可以吸到顶子上 整体的吸力啊 还可以啊 灯也比它小 但是比它沉多了 因为我这个买的锂电池买的是 7200毫安的 我在网上 我主要是一般看看追屏 看追屏以后 这个人家使用过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它的口罪还不错 很多人说是这是他买的最好的一款灯 就是没什么毛病 一直在用着 有人用了一年多 还没事 没换 我说这样就可以啊 这一个小灯如果真用一年多 你就迟了 百十块钱左右 就可以了 另外它的亮度我看了看啊 还不错 三档可挑 这个就是用口的 它不光是可以充电啊 还可以给别人充电 它里边带电池 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这是充电的 上面是输出的 今天为啥给大家说这个灯具的事呢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 嗯 不管这个灯的 便宜与否啊 首先你要 在网上挑选的时候 要看一看它的追屏 有很多追屏啊 你一看 不是很好 就别下手了 因为我用过这些灯啊 很多毛病啊 在追屏上我一看 他们一说 那是 实际情况 和我的体验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就不看那些 天花乱坠的那个好评了 那就没有用 因为有很多现在目前 你买它的产品以后啊 晒个好评啊 搞个截图啊 它就给你反现 这是那个商家的一个 营销模式吧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 怎么样买到自己想要买的产品 这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说要 擦亮自己的眼睛 不看好评 看差评 这个差评啊 90%多的 差评 都是真实的 有一些差评 是吹毛秋思 说实话 我之前之所以走这些弯路啊 就当时对这个东西啊 没有重视 啊 那都是实体店买的 你看了吗 这仨全都是实体店买的 那前面四个全是 实体店买的 只有它 是第一次 网购 因为 实体店买的时候 当时是 有什么呢 就是 你可以 现场看看这个灯到底怎么样 亮度怎么样 合不合适 放在车上 你看这个灯 我买回来 实际上 要比我 当时看到的 那种感觉要小 我一开始以为和它 比它小点差不多啊 小很多 但是它 它最后的实际使用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还要继续测试啊 这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灯 但是这个款式呢 我是要推个研究给大家的 不管它那个 质量怎么样啊 最后使用寿命长短 但是这个款式是最好的 出去录用是最方便的 你住帐篷的话 你可以挂在这个 帐篷上面 帐篷都有这个罐沟的 然后呢 在车里 任意的位置都可以放 可以吸上去 我们在 户外做饭的时候 可以吸在 这个车的 侧面 车门上 什么位置都可以 非常方便 甚至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 出去 一些水边啊 晚上啊 你都可以挂在腰上 这样挂腰上 都可以 都OK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选择买灯的话 我是建议买这种的 然后至于买什么品牌呢 你随便 但是你在网上选择的话 多看看追评就OK了 然后 电池 离电池 你要买大的 电池又大 它这个 时间又长 这个号称 12小时 可以用你两天啊 一切都要等到实测以后吧 等我实际测试完了以后 再给大家回报 那么好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